近日有消息称,阿里巴巴正在考虑来港第二上市,最快将于今年下半年递交上市申请。 5月29日,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出席2019香港生物科技峰会,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 远走的人总有一天要回家,港交所乐见其成。 李小佳坦言不方便对某一公司做具体评论,但如果阿里巴巴选择来港第二上市,他非常欢迎。 也希望更多远走他乡的中国公司能够回家。 那么回家呢,也不一定要把外边的家要去掉,也可以又回家,也在外边也有家,这都没有问题的, 这大家我们很多人都是国际的人,所以说我觉得呢,回家是肯定的。 我们也很希望他回来以后呢,要么在香港定居,要么到上海定居,要么到深圳定居,都可以, 这都是公司的选择,只要我们这些地方有他需要的东西能够解决他的问题, 我们当然很欢迎他这样的公司,和其他的这个远走他乡的中国公司都能够回家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